咱们现在看到这趟附近号是开往东北地区特别牛的一趟高铁 这车从北京朝阳触发,中途一站不停直达辽宁沈阳 今天咱们全程感受一下精神大标杆高912次列车 为了赶这趟车从北京系地铁到公交,鞋子快跑丢了 正好刚跑到公交站点车又进站了 这北京系到北京朝阳不管怎么做车都得一个多小时 我预留了两个小时换成现在都给我升半个点了 北京朝阳站在进站口的东广场,公交车在西广场 下了公交还得走地下绕这么一大圈才能正式进站 这么老多人,整个一个车站都是去东北的客流 现在已经开始检票了,这后面排老长的队伍了 哈尔滨和长春房线的标杆都是进沈阳北,这个车是到沈阳站 咱们先到车头日来瞅眼来 车型是CR400BF高寒满智能动车组 它有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龙凤城祥 9.05分列车缓缓地驶离了北京朝阳站 接下来将会风池电车的前进一站直达沈阳 列车运行前方到城市,沈阳车站 已经开始提速了,列车现在正在通过顺移西站 这波经过的是淮州南 窗外是由成德南开往北京朝阳方向去的高9894 紧接着我们又来到了密云 过了命运之后,车速再彻底起来 已经出北京进入河北新农县了 正在通过新农县西站 之所以加个线子,因为还有个叫新农镇站 火车站是不能充明的,所以精神高铁开动后 朝阳站就变成辽宁朝阳了 到成德了,这夏天的好去处啊,避暑山庄 列车现在正在通过成德南站 刚才那个成德南,这回又来个成德县北 我想问一下是不是还得有个成德镇东之类的 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成德村西站就高队不服了 后面那俩村主是瞎说的 现在经过的是平泉北 这回我们已经进入辽宁省的陵远市 但是陵远的高铁站并不叫陵远南的陵远北之类的 车站叫牛鹤梁站 仅间隔八分钟的时间,我们便来到了卡佐站 听那个城市名字的,像内蒙的城市名字一样 现在我们来到了全国唯一以省民开头的高铁站 辽宁朝阳站 你要这么说的话,那吉林站不也是以省民开头的吗 人家吉林省各吉林市是省市同名,能一样吗 正在经过一个从来没有使用过的车站 叫乌兰木土站 我想问一下,这会跟乌兰浩特是啥关系啊 跟乌兰浩特是八干的打不着的关系 进辽宁复兴了 说孙嘴了,车站不用加辽宁两次就叫复兴站 这又来个黑山北站 黑山北站好像离黑山县城挺老远的 好像还不如去盘景北坐车方面 我们已经进沈阳地界了 现在正在经过新民市的新民北站 很多人只知道沈阳北,沈阳站,沈阳南站 这时连很多沈阳人都不知道了沈阳西站 投入沈阳后没多久就关闭了 刚才那个沈阳西站离沈阳市区老远了 而且周围啥都没有,全是苞米地 经过了两小时44分钟的运行 列车已经抵达沈阳站 目前精神高铁的最高时速就是290多 还到不了300呢 希望精神高铁有一天也可以恢复350的时速 那样进京就更快了